好 来关注到美国的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民 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位 46岁的死亡飞翼弗洛伊德 举行追悼会 与此同时呢 加州多个地区 也在为这位飞翼继续抗争 那随着暴力行为的减少 洛杉矶县多个地区 是取消了宵禁 美国时间星期四 是居民们为了乔治弗洛伊德 而和平抗议的第十天 居民们跪地8分钟46秒 这是乔治弗洛伊德 被警察窒息的时间 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抗议者游行到博班克市政府 以便居民们注册投票 许多家长也带上 他们的孩子共同游行 游行的孩子们发表了 他们跪地将近9分钟的感受 波班克地区这次的游行 也受到了当地警察的支持 警察疏导交通帮助抗议者 同时在洛杉矶市中心 圣莫尼卡 蒙德贝洛等其他地区 居民也自发和平游行 凤凰卫视李若奇 李战青 加州博班克报道